准三级的防疫状态 将会关闭各大娱乐场所 还有停止大型活动 而市府活动或者是开会 会采取远距开会 避免市府员工出差 进入双北地区 5月15号到5月28号 除了市民朋友 外出时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也希望能够避免 不必要的移动活动 或者是集会 假如可行的话 也希望说市民能够进行 自我的健康监测 有症状的时候 也务必就医 告知医师的旅游室 在营业场所及洽工机关的部分 必须落实人流管制戴口罩 保持社交的距离 补习班采高规格防疫 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 若没有办法的话 给予关闭 宗教祭祀场所活动的部分 我们也包括说 全面停止进商团 绕进相关活动 寺院 公庙 教会 其他类似场所之活动 应落实实验制 保持社交距离加强清销 高中职以下校园停止对外开放 取消毕业旅行 毕业典离采线上举行 停止社团及跨县市交流活动 我们在非必要的公务旅行 原则上我们高雄市政府会停止 尽量用远距的会议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我们高雄市 我刚刚提到 因为我们的人员这种移动 因为高雄市在台北这种 作为两个南北主要的城市 这种人员的移动实在是太平凡 所以这个部分恐怕 对于其他的县市来讲 会形成非常严重的挑战 所以我们防疫要升级